大家好,我是毒魂 8月20日 万众期待的国产3A大作《黑神话悟空》终于正式上线了 不知大家玩的是否过瘾呢 就在前几天 我也是断断续续的终于击败了二郎神和大圣残区 为一周末的旅途画上了句号 而作为一名喜欢动物的UP 在享受游戏本身带来的乐趣同时 游戏中各种各样由动物化身的妖怪也让我充满了兴趣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游戏中出场的动物角色吧 视频的开始 我想先和大家聊聊序章中登场的大圣 既然要说大圣的形象 那么我们就得先搞明白原著中的大圣究竟是参考的什么动物 有关大圣的歪貌描写 首先是原著第二回 描写到大圣长得凹脸尖嘴 少塞却比人多个素带 这个所谓的素带就是指的下巴上的两个夹囊 这是猕猴这类动物所具有的特征 与此同时 通过原著第六回 二郎神和大圣斗法的那段描写可以看出 大圣应该长有一条较为明显的尾巴 不然也不至于说尾巴不好收拾 最后就是原著第75回的描写 称大圣一身黄毛 两块红骨一条尾巴 综上 我们便得出了大圣压冒的几个基本特征 凹脸尖嘴 尖嘴缩塞 扎有夹囊 较明显的尾巴 一身黄毛 红屁股 结合这几个特征 我们就可以确认大圣是一种猕猴鼠的动物了 再结合分布地点 最有可能的选项就是这一物种 普通猕猴 过去才有说法通过一身黄毛的描写 认为大圣原型是金丝猴 但是金丝猴是没有夹囊的 所以可以直接排除 除此以外 原著第36回还描写大圣是 两只黄眼睛 一个磕儿头 獠牙往外伸 而现实中的猕猴口中 确实长有十分明显的獠牙 张嘴时还是有些吓人的 说回游戏 个人对黑神话里的大圣形象描绘 还是很满意的 在外形高度拟人的同时 也保留了尖嘴素塞的特征 同时在大圣张口时 我们也能看到他口中锐利的獠牙 可见獠牙这个汉人特征 完全可以做得又酷又霸气 并不一定是和丑挂狗 一段惊天动地的序章过后 我们的主角天命人 正式从黑风山开启了 自己的悉行之旅 首先出现在画面中的是两只狼妖 它们也是黑风山关卡 数量最多的小妖 毫无疑问 这些狼妖的原型自然就是灰狼了 国内丰布的灰狼有三个亚种 不过我们没有必要去具体探究 它们的原型是哪个亚种 毕竟哪怕同一个亚种的灰狼之间 也会有许多不同的毛色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游戏中 发惯很高的狼剑客 和手持大幅的狼历史 明显是参考了浅黄色毛发的藏狼 或欧亚灰狼的形象 而这只狼笑味的毛色 则是非常惊烈的黑白灰狼配色 除此以外 还有长着白额白然 羊毛略显苍老的狼宫手 身上几乎没几个毛的狼刺客 以及高度人席化的狼侍卫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狼腰的出处是源自哪里呢 其实原著中黑风山这一篇里 并没有具体描写过小妖的物种 都是直接用小妖一词来指代 唯一提到和狼有关的妖怪 便是黑熊精的一名道友 原著描写是 行者才去把那道人提起来看 却是一只苍狼 旁边那个牌底下却有字 刻到灵虚子质 这估计就是游戏中 黑风山狼腰遍地的灵感来源 而当我们玩家正式进入观音禅院后 并也能看到一只体型巨大 周身白毛的狼腰灵虚子 现实中一些受惑在高纬度寒冷地带的灰狼 确实会呈现这样的毛色 例如最典型的北极狼 北美的马根蝎狼 以及部分欧亚灰狼等等 相较于其他狼腰 灵虚子则使用四足着地的姿势行走 不过其毕竟是腰 因此前置依旧是高度拟人的形态 尤其是这如人一般的手掌和线长灵活的手指 而阵营如此 灵虚子在战斗中更倾向于 熊必找进行攻击 灰爪杂拳好不痛快 反而较少使用灰狼的看家本领 嘴咬 同时这里也引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原著中白子黑字 显明了灵虚子被大胜一棒子打死了呀 这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呢 诶 相信已经有眼界的小伙伴 注意到这一字之差了 没错 这个灵虚子其实并非原著中的灵虚子 隐神图中提到这只狼腰原是来自仕陀国 被黑熊精扶持过后改名为灵虚子 成为了看守观音禅院的新妖王 同时也是整个游戏中最猜的妖王之一 除此以外 这篇游戏中还记录了其他的一些故事 各位小伙伴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上游戏中查看 这里我们碍于篇幅限制就不多说了 说到一提 原著中的苍狼应该指的是毛色灰青色的狼 神异图中也称心灵虚子为苍狼 而游戏中估计是基于Boss外形美观方面的考虑 给改成了白色 除了灵虚子外 黑风扇这一张中还有另一只具有分量的狼腰 那便是我们玩家前期最爱的广志 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想不起来这是哪个角色 其实他便是原著中提要杀死唐僧师徒夺取袈裟的那个小和尚 同时他还有一个师弟名叫广谋 便是后来提放我烧死唐僧师徒的那位 而通过神影图我们可以看到 游戏中的广志绅士被改成了修行的狼腰 不得不说是个巧妙而又大胆的改编 除此以外 广谋的绅士也被改成了蛇腰 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十分有趣的是 由于广志在游戏前中期的存在感实在太高 据说有不少老外都在猜测 他应该是个很有分量的角色 然而事实上就是个原著一笔带过的小透明罢了 除了狼腰外 黑风扇地图的前半段 我们还将遇到这些喜欢乱不乱跳的蛙腰 隐神图上称呼他们为小瓜瓜 哼 但听名字还挺可爱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瓜瓜的头领 找一下两侧外图的角 这表明了他们的参考原型应该是角缠一类 再结合他们那如枯叶一般的肤色 最接近的应该就是三角枯叶蛙了 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下 感觉相似度如何 或许是出于大众对于缠除的刻板印象 因此游戏中为小瓜瓜设计了一个死亡后暴毒的技能 不过事实上 现实中的三角枯叶蛙是没有毒的 可见小瓜瓜的毒计应该是后天修炼的 除了小瓜瓜外 在黑风扇的一片池塘中 我们还能看到一只体型更大的蛙腰 锅里格浪 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感到无比亲切 这确实像是西游记里的小腰会取的名字 典型例子如 奔波而霸 霸波而奔 雕钻古怪 古怪雕钻等等 说回正题 我们可以看到 玻璃格浪的脑袋上 长有两个尖锐的凸起 原型很明显是七寻南美的角花馋科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角蛙 同时结合玻璃格浪绿色的皮肤和身上的花纹样式 更确切的原型应该是绿色的苏里南角蛙 商品名又叫绿霸王 不知这玻璃格浪一路从南美跑来黑风扇 花了多长时间 而作为蛙类boss 我们可以看到玻璃格浪也是展现出了 大众对蛙类最经历的刻板印象 那边是又细又长的蛇头 但事实上 蛙类可不是变色龙 它们的蛇头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长 哪怕是相对较长的虎纹蛙 蛇头也伸不出去半个身子的长度 通过这段脚蛙捕食的画面我们也能看出 它们的蛇头根本伸不了那么长 不过就如方舟的魔鬼蛙可以解释为精英改造一样 作为蛙腰的玻璃格浪 练就一身常识石工也很合理吧 玩家继续往前便会看到两种长相害人的蛇腰 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种蛇寻丝 很显然 通过它们颈部像两侧捧大的皮者就能看出 它们的原型肯定是眼镜蛇一类 在我国 像这样长有明显外扩皮者的眼镜蛇类其实并不多 比较知名的便是周山眼镜蛇 孟加拉眼镜蛇 以及大名定义的眼镜王蛇 至于游戏中的蛇寻丝 具体是哪种眼镜蛇就不必深究了 毕竟游戏里也没有把具有辨识度的花纹给做出来 而除了蛇寻丝外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将遇到一种外观更加恐怖的蛇腰 古灵蛇 虽然神意图中并未提到蛇寻丝和古灵蛇这两种蛇腰有联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古灵蛇颈部的部分肋骨明显更长 更加向外突出 和蛇寻丝像两侧外扩的皮者对应 不知算不算是一个细节 与此同时 和现实中的蛇类迥然不同的是 古灵蛇居然长了两副下颌 我们知道 现实中蛇类的下颌是左右分开的 之间仅有韧带或软骨相连 这样的下颌结构能让蛇口扎得更大 以推下更大的猎物 而古灵蛇在左右下颌骨的中间 居然还额外多长了一副下颌骨 属实是有点吓人 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狼腰那样 这些蛇腰的灵蛇出处 大概也是源自黑熊精的一名道友 原著对此的描写是 老孙抢到面前 打了一棍 大黑汉画风而走 道人也不见了 只把个白衣袖士打死 那也是一条白花蛇成精 关于原著里 这所谓的白花蛇到底是个啥 有说法认为是坚吻妇 因为部分个体的坚吻妇 的确会呈现白色 并且它们在一些地区的俗名 就是白花蛇 不过个人觉得这一点很难考证 也没必要考证 毕竟古代又没有严格的生物学分类 不同地区对同一种蛇 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叫法 因此这所谓的白花蛇 也可能是银环蛇 亡井蛇 又或是单纯的指代白花的蛇类个体罢了 不必深究 就像游戏中被改变成蛇腰的广谋 它所召唤出来攻击我们的蛇类 便是一种白花的眼镜蛇 你要说这是白花蛇 也不是不行吗 而当玩家游玩到黑风塞地图的中后期时 便也能撞见一名白衣袖士 它所献出的本相 则是一条青背白腹的蛇腰 同样的 这个白衣袖士 也并非原著中被大神打死的那个 有说法认为 它的身份其实是 二郎神手下的眉山六兄弟之一 不过我们这毕竟不是剧情解析像视频 所以就不展开了 除了上述这些妖怪外 我们在林中还能见到一个实力稍强的小妖 鸭香客 毫无疑问 这家伙的原型明显就是乌鸦了 我们平时常说的乌鸦通常是只带鸭鼠鸟类 这个鼠在国内分布约有八种 至于游客具体是参考的哪一种乌鸦就没必要细究了 毕竟在大部分人眼里 它们都长得一样 没必要纠结太多细节 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 鸭香客的后爪只有三根脚趾 相比现实中的乌鸦少了一根后脂 虽然这可能只是游客的无心之举 但这一点改动却意外的合理 毕竟当鸭香客来到地面上行走后 就没有像乌鸦那样用脚趾抓握树干的需求了 因此换行的时候选择少画一根脚趾也属正常 就像现实中的鸵鸟 鹅苗 鹤鸵等鹿漆不飞鸟 也都退化了后脂一样 鸭香客子班也算是通过修行让自己进化了 说到这里 可能会有小伙伴好奇 我为何不提黑风山的首个boss古护院 其实之所以一直不提他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怪物的拟人程度实在太高了 可讲的地方不多 首先 古在古代的意思就是公牛 而古护院的身上除了穿戴鼻环和身后的牛尾巴外 整理造型可以说完全就是一兽人 两只脚也是长在了头顶的正中间 而不像牛那样长在两侧 并且这个直冲天上的牛角形状 也更像是部分羚羊的脚而非牛角 总之是个唤醒程度很高的妖怪了 好的视频的最后 我们便来聊聊黑风山的最终boss 黑熊精 对熊科动物有了解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们平时常说的黑熊分两种 分别是亚洲黑熊和美洲黑熊 所以毫无疑问 原著中的黑熊精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妖怪 那只能是亚洲黑熊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黑神话中的黑熊精做的却反而更像是美洲黑熊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亚洲黑熊和美洲黑熊都有什么区别 首先便是亚洲黑熊的胸口找有形状不规则的白斑 而美洲黑熊的胸口则不长有白斑 其次亚洲黑熊的耳朵又大又圆 就像是一对圆扇子一般 同时两家和博梗处通常长有发达的棕毛 而美洲黑熊的耳朵则相对更窄一些 没有亚洲黑熊那么圆 两家和博梗处也没有那么发达的棕毛 而我们可以看到 游戏中的黑熊精胸口并无白斑 耳朵做的也不够圆大 同时两家和博梗处亦无发达棕毛 这时期看起来反而更像是美洲黑熊 不过在章节动画中 德查的黑熊精倒是把胸口的白斑给做出来了 虽然其他部分依然更像是美洲黑熊 游戈这么设计的原因 或许是因为美洲黑熊的外观相比之下要更加霸气吧 不过纵使外观不太符合 但黑熊精这个boss的设计我是非常满意的 招数世大历程的同时还一点都不止盾 可以说很好地将熊科动物的特征融入了其中 好的 至此我们便说完了 在黑城万物空第一章中德查的动物系妖怪 如果各位小伙伴觉得视频质量还行的话 也请给个三连支持一波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